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用王俊凯句式祝福与晒新发型齐上热门 人气超高却被骂营销 杨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在如今的内地娱乐圈90后中算是佼佼者之一 他从小时候的家有儿女开始就是一个小戏骨 长大后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不存在演技问题 人气越来越高 杨子用王俊凯句式祝福大王结婚 大王今日官宣结婚 杨子在他的评论区下面送来祝福 虽然你结婚了但是还是继续玩耍 如果你不玩耍我会很伤心的OK 有细心的网友指出 这是王俊凯句式 杨子算是完明白了 杨子晒秀兰邓波同款发型 杨子今天的两个高位热门搜索 另外一个就是他剪了秀兰邓波儿的同款发型 这个发型也很适合他把粉丝们在评论区各种软心留言 表达了对杨子造型的肯定 但是 人红是非多这句话是真的没说错 杨子和王俊凯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当红明星 他们有关联的词条也肯定会受到各种议论 有网友对于这两个词条表示了质疑 觉得就是微博在搞事情 纯粹没事找事瞎发的 也有网友比较尖锐的讽刺杨子是在过度营销 还攻击杨子的相貌不够出众 有蹭热度的嫌疑 随后也有极小部分不理智的粉丝开始互私 其实王俊凯和杨子都是很优秀的艺人 两人都有自己出色的作品和舞台 不存在谁蹭谁热度的高下巴 期待杨子和王俊凯接下来带来更多好作品 带波非常吸引人了 愿各位漂亮帅气的看官天天开心 你们喜欢杨子和王俊凯吗 对于杨子被骂营销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来到评论区畅所欲言 说出您的真知灼见 期待您的关注与评论 一键三连谢谢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